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新冠肺炎确诊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布林肯打了加强针 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和星期三上午的快筛都是阴性 但是在星期三下午出现轻微症状之后 做了PCR筛检呈现阳性 白宫发言人萨奇强调 布林肯和美国总统拜登好几天没有见面 不算密集接触者 布林肯确诊原定在台湾时间 今天晚上要发表的对中政策演说 确定延期 国务院也已经展开疫调通知相关人士 摊开布林肯确诊前24小时内的行程 和瑞典外长林德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邱叶刚南 以及墨西哥外长爱布拉德进行会议 还出席了外籍记者中心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 拜登和布林肯在上个周末参加 2600人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除了布林肯还有包括CNN ABC NBC CBS Politico 和美国之音多名记者都确诊 TVB的新闻王宗普林佳辉 美国华福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